大家好,又是我Carrie 今天做牛肉 很野味的 台式紅燒炆牛栗條 牛栗條 牛栗條即是牛腩 牛腩腩的肉 首先我們有一包牛栗條 牛栗條會有少少肥 我在冰箱裡已經解凍了 整包一樣解凍 買回來硬的,放在冰箱的保溫價 整包一樣放,這樣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檢查一下 看看有沒有事 它有點肥的 你可以把它切掉 但我就留回去 我喜歡有些油,比較香 然後我們先洗一下 洗完之後我們瀝乾水 然後它很長 這樣我們可以改一改 洗完之後 可以鎖一下 如果沒有廚房紙的 用毛巾鎖就可以 不鎖也可以 鎖乾一點就可以了 鎖乾一點 搖一下,沒有水 然後我們就可以 一開二 因為太長,一開二左右 差不多了 4-5cm 長 這樣就差不多了 你看到有些肥 我很喜歡的肥 這樣就留回去 那如果真的受不了 你就不要 可以切掉 然後我們有些菜馬 我們先切一點洋蔥絲 牛肉切完之後 放在扁 我們等一下會煎一煎 洋蔥絲可以切粗 一條狀 這樣就可以了 是用來炆 炆 然後還有小蔥 買蔥的時候 盡量可以用紅頭 沒有,白色頭也可以 我們切四五cm長 就可以了 小一點薑 薑片 我喜歡黏皮 因為黏皮 沒那麼容易熱氣 接著呢 我們有一條紅蘿蔔 我們削皮 然後把它切三個形 就可以了 如果洗得夠乾淨 那些皮可以吃起來 不怕的 有時候我都會吃的 就是洗乾淨一點 接著我們先把它切細 首先 一開二二再開二 然後切三個形 就可以了 這些筍筍呢 可以增加它的甜味 還有有些配菜 吃一下 難道有一點甜味 其實沒有那麼寡 煮軟了是很好吃的 還有醬汁這樣浸著它 就很棒 我們放在一邊 接著呢 有兩粒蒜頭 我們呢 連上皮 把它切爛 粗糊一點 粗糊一點 對啦 不用那麼細的了 搞定 這些配菜呢 就在小裏了 薑蒜 洋蔥 和這個甘筍 甘筍粒 接著呢 我們中火起鍋 我們先爆一下牛腩 先 燒熱的鑊 我們放少許油 下去 那隻鑊有煙就夠熱了 少許油就夠了 因為呢 牛仔本身也有油的 所以不需要放那麼多油 它那些油更香 我們燒到那些油 有些煙的時候 放一粒 牛仔條下去 拖拖去順滑的 我們把其他的 慢慢地放下去 慢慢放下去 這樣就不會黏的 一下子 吐下去 就很容易黏的 我們慢慢試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麻煩一會 有可能有廣告 一邊欣賞美麗廣告 一邊幫狗貓貓掃 或者廚房 呼吸一下 騎扭走一下 麻煩麻煩 在這個時候 我們把牛仔條放下去了 不夠的 即是說不夠大的 分兩個 分兩次 我們煎到有色 那些牛仔條不用熱 不用出水 煎到有色就可以了 慢慢煎 很快的 如果你怕油煙的話 可以蓋蓋 這個階段 盡量煎香 因為它本身帶肥 有些油很容易煎得香 煎香了 味道就會更好 我都頂不住 我怕油煙太大了 我們先蓋住 慢慢煎 因為油煙會有少許大的 因為牛仔條有很多油 我們可以開大一點 油煙機 慢慢煎 煎兩邊 兩邊就可以了 兩邊有些顏色就會更香 一般都是這樣的 我不喜歡出水 煎香的 實在一點 趁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煎到差不多 把兩片薑放下去煎 等下燜的時候 一起用 這樣會更香 完成 炒好 差不多 有些顏色 然後牛仔 放在一旁 不需要洗鍋 很棒 不需要洗鍋 用那些油 可能會有少許水 燒一會兒 炒幾次之後 它就沒有了 然後 把蒜頭 鳥頭 洋蔥 我們可以放下去 炒香 洋蔥 還有蔥 炒香 你現在炒得更香 你煮牛肉就會更好 所以這些步驟 有時候沒有得冷 對 慢慢炒 不要緊的 炒香 炒香 洋蔥 然後我們可以放一些甘筍 慢慢炒香 慢慢炒香 炒香 然後我們可以放一些甘筍 慢慢炒香 然後 豆瓣醬 放一些甘筍 才好吃 然後 我們放一湯 若摸一湯的茄糕 茄糕 茄糕 有些番茄味 會更加好 通常都會有少少番茄味 茄糕 最實在 放番茄 也不夠 放茄糕 味道 然後我們放水 水就可以了 不用用上湯 不用 等待放那麼多牛 一定會好 然後 然後 我們放少少花椒八角 兩粒八角 少少花椒就可以了 然後 我們把一盒的牛肉 放進去 然後 炆 會不會很簡單 我們需要調味 因為 等待會 你會看到我 會試一試 因為每個牌子 特瓣醬味道都不同 試一試 否夠鹹 難道不是夠鹹 我們可以 加少少生抽 調味道 少少就夠了 但我又加了兩湯匙 你們可以先放少少 然後我們可以放大約半叉 這個湯匙的老抽 調一調色 讓它顏色深一點 說漏了 還有一塊香葉 我們要放一塊香葉 然後 再加四份之一片糖 讓它帶一點甜味 然後蓋上 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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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小時 便會淋出 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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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一嘗,不足夠,我們再下味 主要用豉油來調味 我們嘗一嘗,炆了一小時後,看看它夠不夠軟 通常輕一點,叉下去都可以 甘筍就一定軟,不需要管 是牛肉的 接著呢 接著呢 蓋蓋蓋 關火蓋蓋,浸泡半個小時 這個步驟很重要,怎樣做到軟,但不爛呢 就是這個步驟,我們關火浸泡 然後呢,我們浸泡完之後呢 浸泡完之後,我們可以再開火,滾起去 這樣就可以了,基本上 浸泡半個小時,甚至浸泡久一點都可以 沒問題 我們開火,滾回去,你可以嘗一下味 看看是否夠鹹 如果不夠鹹,加一點生抽,調味就可以了 很簡單 會有少許油的,因為我沒有蓋肥肉 所以有少許油,但不要緊 我不麻煩了,這樣更好吃 麻煩還未訂閱,請訂閱 訂閱是免費,可以給我一個禮物 分享給朋友 星期一、三、五 下午五點半上片,有時星期四都會有 早上,在社群上也會上片 可以,很軟的 咬進去 有少許化口的感覺 浸泡久一點,更淡 送麵也可以 好,今天就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看,拜拜 拜拜 拜拜